阿翔跟正妹老婆结婚7年,三个孩子都可爱到不行,尤其是大女儿曝光,网友惊喊,是代嫁发的阿翔啊。 在美食节目《时尚玩家》中被一位大哥一哥的号角响起,是由浩子谢欣浩和。 阿翔陈炳力组成的搞笑团体,2003年两人因参加电视《笑话冠军》结识对方,并在隔年组团闯荡演艺圈。 团体成军15年,号角响起不仅拿过金钟的节目最佳主持人奖,还一起发,甚至是主演电影,发展可说相当多元话。 而出道多年身价早跟过去截然不同的两人,仍在镜头前然敬业又幽默,而日前阿翔四岁的女儿。 更在镜头前曝光,可爱的模样让每个看到的人都要融化了。 阿翔跟老婆Glaise结婚7年,育有一个儿子,两个女儿,平常非常重视家人隐私的她。 先少让三名子女在镜头前露面,但后来她上传孩子们嗨跳他们的歌《喇叭锁》的影片。 曝光孩子长相,超可爱模样让网友看了笑翻。 去年的国庆连日因一次放了四天,阿翔怕孩子们家放太久,于是带着他们跳起喇叭锁,收心操。 她带着三名子女一起入镜,大女儿小泡芙和大儿子布朗尼超有活力,跟着爸爸在整个房子里乱跑乱跳。 而小女儿舒服蕾虽然还不能站太久,但就算爬着也要跟着爸爸和姐姐哥哥们玩,相当可爱逗趣。 大儿子布朗尼有着一双Q萌大眼,被网友大赞抄像混血儿,有活力地乱蹦乱跳。 相当引人注目,一旁乱爬的小女儿舒服蕾也不断乱入镜头,超欢乐的家族公舞。 笑蕾众网友不过最吸引网友注意的,还是即将满五岁的大女儿小泡芙。 或许遗传了爸爸面对镜头时的大将之风,小泡芙面对镜头,一点也不陌生,还能和弟弟乱入音乐大叫。 阿翔阿博是爸爸,让大家听了大笑,不同于舒服蕾的一双大眼。 小泡芙有着猫一般笑起来会温曲的眼睛可爱的小酒窝。 尤其嘴巴笑开怀的样子,几乎和阿翔一模一样,让网友惊呼孩子真的不能乱声。 该说阿翔你基因太强吗?还有网友开玩笑根本是假发版阿翔。 小泡芙真的跟爸爸有像耶,孩子果然不能偷生,基因实在太惊人了啊。